都是願意來這裡做深度的體驗 但是這樣子的模式是不是我們以後可以承受得了 環境可不可以承受得了 然後我們地區的發展是不是可以承受得了 都是很大的一個考驗在 然後次東部落也是將來會面臨什麼樣的變化 也都是在這麼多的開發案之下 這個地方的社會文化是不是還能夠繼續的保存 那個阿美族跟海的關係 因為阿美族都還會去米子Q 就是去採海那個羅貝類啊 然後會去海裡面撒八卦 可是在這裡完全的觀光化商業化之後 是不是這樣的文化還能夠看到 就是讓我們很憂心的 謝謝 各位夥伴大家好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在3點30分要離開 但是這短短的3、40分鐘 我們大老遠7點多 然後從台中過來到這邊 那其實眼鏡 你真的看到了 看到自己的這個海岸 然後被這樣的BOT 就好像有看過海角7號嘛 山野BOT、海野BOT、還有什麼不能BOT 那其實在赤童部落呢 像淑林或者是大院、靜雯 那就在2011年 2010年的時候 我就騎腳踏車 然後帶著學生來這邊 就是經過台中市的時候 就特別來了解這邊 然後其實他們長期這邊的守護 這樣的一塊土地 我們今天特別就是跟陳老師講說 我們一定要來這邊給他們加油跟打氣 因為在這個部落裡面 他們站在最第一線 然後在守護我們的土地 所以呢我們山林書院這邊有做一個感謝函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我們編輯的這個銀隊手冊 跟因為這邊是在台中 所以還有一個蠻很的專程 那我們就請那個陳月祥老師 幫我們自證給赤童部落 然後大家給赤童部落一個很深切的鼓勵 跟開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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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以啦 沒有 還沒要搭 可以喔 好 那這個是 當年出院的指揮 然後就代送給人 哎呦這個人很可惜 各位夥伴我們時間的關係比較抱歉就稍微有一點趕齁 我們真的就走到海灘上面去看這個美麗灣飯店它躺在海灘上面這樣的情形 然後我們就請大院還有竹林跟靜雯然後帶我們到海灘上面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解說 那我們就跟著跟著過去 那等一下